台北台风甩尾 新竹五峰相灾情严重 行政院长江一化也到了现场看灾 请吴一轩来告诉我们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行政院长江一化的直升机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从台北出发 那么现在3点钟是已经抵达了五峰国小 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呢 院长的这个直升机的前导机是已经停在了五峰国小的操场 那么院长的直升机呢 也将慢慢的降落在这个五峰国小的操场 那么在新竹县的部分呢 今天是由新竹县长邱敬纯亲自来迎接 再加上的是新竹消防局长的这个孙普佑 以及五峰湘的乡长 那么今天呢 预计就是院长要来这边呢 关心五峰湘的灾民 以及探视这个道路的摊放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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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其实新竹县长将一化的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哦 就是要先抵达五峰湘的乡公所要先听简报 而听完简报之后呢 他会来探视五峰湘的湘民 以及呢 等一下将会到这个线道 一百二十二四十一点五黑的地方 来询示一下参方 以及这个今天早上哦 有发现说有野稀暴涨的情形 所以说呢今天它的行程呢 将近预计是一个小时多 那么也将近大概在四点三十分前 结束所有在新竹的视察行为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最新鲜心 主播 好 这是新竹风向的灾情很严重 而今天行政院长江一化 亲自到现场看灾 谢谢 谢谢 太多了